而在不景气的年代 要怎么样才能找出发达之路 不妨来看看台南县农民的故事 以往盛产就价格的芒果 最近是日本最火红的 一颗要价4000日币的水果 而兰花一年更是替台南县农民 赚进了24亿元的花费订单 在一片外销衰退声浪中 身为兰花王国的台湾 去年兰花外销成绩依旧成长了5% 产值高达24亿 背后的推手 就是一声吹声台湾国际蓝展 吸引国内外买主 来到台湾采购的台南县长书患之 农民也比较没有国际性的视野 但也比较缺乏 比较现代人对整个行销的需求 所以我们发现说 如果更多年轻人投入整个农业 其实它是有非常大的契机 那么它的获利的状况 其实也会比高科技好 有危机才有转机 台南县政府把农民辛苦栽种 让台湾的农产品发扬到国外去的故事 给集结出了书 书名就叫做《兰花芒果经济学》 这本书有非常多感人的故事 包括从科学园区来的一些达人 咖啡达人 包括有一些不到科学园区 还去做芒果的 包括像昆明杯啊 这些感人的 淳朴的这些农民的精神 重新看我们的土地 重新看我们的农业 以及看到农业所带来的社会的幸福的价值 不仅近的年代 更要看看开创农业新价值的动人故事 兰花芒果经济学 虽不定能够帮助台湾农业 走出一条新出路 中天新闻 赖冠章 海南报道